SPAI MISSION 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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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終於來到第一站 有馬溫泉 來到有馬就一定要浸溫泉 因為這裡是有最古老的溫泉 我們就預訂了泰國汁湯 因為我們沒有住溫泉旅館 純粹去一個有溫泉的場地去浸溫泉 試一下這裡 很出名的金湯和銀湯 我又來到交通時間了 這次就是在網上原先買了一個套票 就包這個溫泉旅館的入場圈 另外還會送到一張車票 就是由大阪煤鐵搭不同的電鐵上到這裡 去到電鐵站的終點 就會有免費巴士再接我們來到這個浸溫泉的地方 浸溫泉的入場費都二千多日圓 整個套票加上還是二千多日圓 所以就很低了 買這個溫泉的入場圈 免費送搭車 換完浴衣之後 不可以拍照 所以我們就沒有拍到 現在是完成了整件事 說回一個流程給大家聽的 來到之後就會派一些鈴鐵給你們 就可以開到一個專屬的鑰匙 上面有一個訊號 就拿來記錄你在這個地方的消費 還會給你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一個袋子 裡面就會有一件你喜歡的浴衣的顏色 我選了綠色 我選了紅色 還有會有毛巾給你 叫做葫蘆精 還有銀盆肉 不過因為要等很久 所以我們都沒有試到 那我們現在浸完了 還有金湯和銀湯 銀湯就是溫度低 金湯是溫度高一點 好像說有多些礦物質的 銀湯好像沒什麼特別感 反而是金湯 我浸完之後覺得 全身都有一種 挺舒服挺放鬆的感覺 我想說 我是完全不適合來浸溫泉 我浸下去不會覺得很舒服 然後呢 因為我是比較滋整的人 又要夾頭髮 又要化妝 我想說我搞這些大量東西 吹頭 洗澡那些 時間好像更多過我浸溫泉 我整體浸溫泉時間 好像半個小時 但是我搞了這些東西 搞了很久 然後我現在很累 都有一些遊戲的設施 都有吃東西的設施 都沒什麼時間 我們都沒有去其他東西參觀 我在這裡買了手信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限酸餅 好像說是這裡出名的手信 最後呢 說多一句 因為裡面有很多東西浸 但是如果不太喜歡浸 或者其實不會浸很多 只想試一兩個 可能會建議去一個叫金湯 或者銀湯的溫泉 會再更加好 我身後的就是這個金湯 剛剛也有提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選一些特別的湯去浸 這個就是浸金湯的 就會便宜很多 如果有很多 只要浸一個的話 這個是牛肉加薯仔可樂餅 好吃 跟吃薯餅差不多 不過就多了一陣牛肉味 我覺得沒有吃過薯餅 它的薯條很軟 這個也是牛肉 再加洋蔥薯餅 跟剛才那個有點不同 有點像在吃肉餅飯的肉餅 外面是脆炸的口感 另外本身那個 就像在吃薯餅 如果你說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比較濃烈 剛才那個 薯餅那個 牛肉味沒那麼出 加上蔥呢 牛肉味更加出 還有這個饅頭 這雙人中好 裡面有多少紅豆鹹 不過不失了 不可以咬上 試一下這個炭酸鍋 它是用鍋鍋夾著一些材料 裡面有紅豆 雪糕和這個炭酸餅 試一下這個雪糕 它是普通的雲尼納雪糕 紅豆 普通的紅豆 普通的炭酸餅 炭酸餅是什麼味道 我不知道 真的有一股炭 好像有一股炭的味道 有吃過炭 就是眼睛焦焦的味道 我試一口鍋鍋鍋 沒什麼特別 這個是正常 但我不會覺得特別好吃 這個炭酸餅很有趣 它煮得像薄薯餅一樣 它的餅底其實就是炭酸餅 上面有些腸、醬、青椒 然後這個超得吃的 真的好像整個薄薯餅的味道 腸也很好吃 還有200日圓 喝8.4元檸檬 維他命C健康 還有一杯 還有一杯 這個粗米湯 我們已經買了無牌匙來喝了 旁邊這個蜜糖這個飲料都買過 二次都買過 是 因為太冷了 大家看看 是不是新的 還是我們昨天買的 好像是這樣的 真的嗎 真的嗎 那它出錯了給我們 不是 我的名字是一樣的 只是新舊包裝 事體不同 對 這個也一樣 這麼好 好 我們現在已經去了這個釣車站了 由油馬搭這個釣車去到六甲山 今天都遲了 我們現在就會搭 最後那班 5點2的班上去 又來到交通時間了 六甲油馬乘車圈圖上面 都是三個 這個是釣車 纜車 以及巴士 用這張東西 就可以搭日程釣車 無限的巴士 以及一程的纜車 上落 六甲山頂和六甲山腳 如果你每個本身 至少搭一次 就已經值回票價了 後面這個位置更漂亮 你可以看到下方 以及拍到夜景 我們到了六甲山了 剛才這格是我們的纜車 不是釣車梳 超漂亮啊 這裡這樣看過去都 我們差一點 三六點 五點半是最後入場 我們來到的時間是五點三十八分 半後 很久啊 哇 我上官網 看到它明明說 這個有個光之藝術 是去到九點的夜晚 但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六點就說山了 所以我懷疑它可能是 每天的時間表都不同 但我們這次就不小心 沒有查清楚 如果下次你們來 那天記得要看一下它是開到幾點 看不到 我們去看夜景 因為它旁邊也有個區 是可以看夜景的 那我們現在過去吧 瞬間這邊就來到夜景區 神戶夜景 其實是真的挺漂亮的 我都覺得 真的嗎?這個是八萬夜景 來的 你叫我這隻不懂得來看嗎? 很直 很直 這裡呢是有一些雪 是下過雪 冷到 積雪呢 都是地下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是真的雪 但我想看到是真的下雪 不是想看到在地下雪 他們試過踩上去 看起來很軟綿綿的 我想像不到如果雪很厚的話 一定是超棒的 超開心超好玩的 現在我們乘回藍車下山了 乘巴士去到六甲山的藍車站 就可以準備乘回藍車 鉄 Group объ 但看到了 新見天洋 很冷 挺用手薑了 很X 冷 好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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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六甲山的山腳區 所以我们要多乘一程巴士才可以出回去 站旁有个巴士站就可以乘搭出来 接驳JR系统或者板吉板神线 自10月中开始因为那个纳车要维修 我们一直以来都很担心乘不了纳车 然后我们上网找原来有替代巴士 但在我们去旅行之前几天 我们发现原来因为积蓄得太厉害 所以连巴士都取消了 直到我们昨晚29号查询 我们才知道今天可以开得回 整个过程真的超神奇 不然的话我们要反过去 要计划过了就会差太远 所以我们超开心的 今天可以完成这个行程 谢谢 刚才吃了一餐日南之后 接着就来了下站就是吃千房 刚才有个职员帮我们做 超神奇 超神奇 好像有一个耍盐的素 那个叫什么鬼 乱入世界乎的那个人 我们现在吃吧 好吃 人家做是好吃的 本来我们也有想过 会不会有机会被材料我们自己做 好像香港那样 好像没有而已 这个汁味很浓 如果大家想试在这个大阪的地道味道 记得要点 都可以选千房 因为是长命 天房的杜顿骨 大闪烧 刚刚吃了有虾 猪肉的五花 吃了一块牛筋 觉得很好吃 为什么我吃不到 哇 嗯 算了 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